女人第一次开餐厅就遇到了奇葩的事 邻居明明每天都点自己的外卖 可对方收到货后却总会给一个差评 女人为此气得够呛 因为对方的行为已经严重影响到了店里的声音 好几次女人路过邻居的门口时 她都想找对方问个明白 可以想到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她还是选择了忍气吞声 可女人不知道的是 等她前脚刚离开 邻居就偷偷打开了房门 就这样 女人每天都会收到邻居的外卖订单 并且对方吃完后依旧会给一个差评 然而日子久了谁也忍不了 当天晚上女人就给母亲打去了电话 可母亲却劝她不要惹事 因为最近有新闻报道 女人所住的小区发生了一些命案 并且连嫌疑人长什么样都没人知道 听到这女人也赶紧翻起了手机 果然上面都是一些独居女性遇害的新闻 然而刚看没一会儿 她居然又收到了邻居给的差评 女人十分生气 她想不通对方为什么要这么整自己 明明自己刚端来这里没多久 甚至连邻居长什么样都不知道 可人倒霉起来似乎连喝凉水都塞牙 就在这天女人刚坐下来准备休息一下的时候 店里却走进来了一个奇怪的顾客 只见对方站在门口什么也不做 就那样呆呆地盯着女人 她被这一幕给吓得够强 不料就在这时 外卖的订单又响了起来 结果等她上去一看 依然还是邻居点的 她由于要不要接这一单 可不接又没有生意 然而刚等她做完没多久 她就又收到了对方给的差评 女人被气得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不料就在这时 屋里的灯却开始闪烁了起来 女人彻底崩溃了 她没想到就连灯都要跟自己作对 然而就在她不知该如何是好的时候 角落里似乎出现了一个人影 女人被对方的模样给吓得够强 可紧接着那人却又消失不见了 女人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的幻觉 可她总觉得是那个给差评的邻居在故意整她 因此为了报复对方 她趁着邻居下次点单的时候 直接就把垃圾桶里的饭菜寄给了对方 她以为这样就能让邻居长个教训 可第二天她就傻眼了 因为新闻上报道了这么一则消息 内容显示昨晚有人出现了食物中毒 并且锁住的地方就是女人的小区 她被吓得够呛 难不成送进医院的正是自己的邻居 于是为了确认对方是否安全 她赶紧来到了邻居的门口 她只希望对方千万不要出事 毕竟自己只是想教训一下对方而已 可糟糕的是 尽管自己已经按了好几遍门铃 可屋里似乎一点动静都没有 不料就在这时 邻居的门却突然打开了 女人被吓了一跳 于是赶紧想要打开自己的门准备进去 然而关键时刻她还是忍不住看向了对方 但 好在刚刚所发生的一切 都只是女人的一场梦 然而就在她终于松了一口气的时候 屋里的门铃却响了起来 对 不好意思 警察署上出现 不过 我还有一位613号的一位 一位吗 613号的一位 什么 一周 女人被警察的话惊出了一身的冷汗 因为明明昨晚邻居还点了自家的外卖 不料等警察拿出邻居的照片后 她却立马傻眼了 因为照片上的这个女人 竟然正是自己那天所见过的 直到这时女人才从警察的嘴里知道了一切 原来自己的邻居早就被犯人给杀死了 而点外卖的则是那个杀人犯 女人听后觉得后怕 她没想到自己与杀人犯竟然只有一墙之隔 但她还是想不通 杀人犯为什么每次都要给自己差评 但好在等第二天她路过邻居门口的时候 那里就已经被警察贴上了封条 这下她终于不用担心有生命安全了 然而就在当天晚上她正准备休息的时候 手机上居然又传来了外卖订单的消息 结果等她点开一看 我的天 配送的地址竟然就是女人自己的家 不料就在这时 屋里的灯却突然熄灭了 她以为是线路出了问题 紧接着便打开手电筒准备查看一下 可谁知就在这时 直到对方拿掉假发的瞬间 女人这才恍然大悟 原来眼前这个男扮女装的男人 正是之前出现在自己店里的客户 并且她才是那个杀人犯 而之前出现在女人店里的那个黑影 其实是邻居的鬼魂 她想要靠点外卖给差评提醒女人赶紧离开 殊不知等女人明白这一切的时候 都已经太迟了 更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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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好 更多了 VR